我们这里有现实的例子 对不对 不要说你念佛了 可能别人帮你念 像我们在这里讲课 刘总刘老板就讲了 前一段时间 说谁怎么怎么样 感觉互相之间 接了梁子 好像不能解决一样 结果怎么想办法 想沟通都没办法 结果对方主动 跟他握手 好了好了 解怨对了吗 大家如果要有怨对的 打官司的 谁跟你怎么样 小人过不去的 你不要找他 你就念南无阿弥陀佛 他就可以化敌为友 就很亲近 很亲切 这个非常好 除怨对解业系 就是我们的业力 束缚我们 人事核顺 这个不管在单位 社会上 为人处事 家庭 都一样 如果人事不合顺 这是很大的苦恼 那么希望人事合顺 固然我们自己要理性不情绪 要为站在对方立场来考虑 要心量广大 但同时呢 多念阿弥陀佛 化除 这个怨对 会人事核顺 都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今天国家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导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